水土保持的槟榔树 虽然农委会推动了槟榔肺原五年计划 不过成效并不好 根据统计 槟榔圆的面积还在扩大当中 产量甚至还在增加 槟榔是一级致癌物 又对水土保持不利 因此农委会一直想要鼓励农民别再种植 推出五年的肺原计划 政府补贴20万元让农民肺原转种 而今年刚好起满 外界担心如果不继续 是不是又让种槟榔死亏复燃 破坏水土保持 因为我们这个槟榔的肺原 是在平地 就是在农木用地 所以跟水土保持没有那么直接关联 没有直接关联 的确农委会的肺原计划 要通过审核的地木 必须是农木用地 通常都位于平地 像住在台东的农民庄贤荣 租的是临班地就得不到补助 因此他根本不敢轻易转种 就怕断了生计 于是在山区种槟榔 已种旧市20年 政府在保障的反应是有限 我目前像这样来说 我们变成 我们摇到死了 都没再说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统计数字显示出 光去年一整年 槟榔树的面积不增反减 全国产量还增加快1万公顿 环保团体认为 政府根本没有真正面对 山区种槟榔的问题 当然说就农粮史来说是指的是平地的 但是有很多山坡地是指于林雾极的土地 其实他在山坡地这一块 事实上根本就是不会面对的 环保团体批评 真正破坏水土保持的槟榔是种在山区的 不过农委会拿不出魄力取地 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记者张明哲 林静梅 林国皇 台北台东综合报道